哎呦 我的猫 哎呦 我的猫 哎呦 我的猫 我是陀鸿康 各位注意了 燃烧你的三趟前述 一起进入我们 技艺变的小玉兽吧 哎呦 我的猫 好 燒起來吧 燒 可是你回去看播出 我身邊是燒起來的 那是後製 又到了超級辯論會的時候了 一般人都認為女生 比較愛乾淨 都整理得很整整齊齊的啊 男生呢 多半背上了一種 髒亂的臭名 但是 事實真相是什麼呢 今天要告訴你們 人性 真的不是你想像那樣 好嚴重喔 我們今天 要辯論的主題是 梅干女PK 潔癖男 恐怖衛生習慣讓人吐血 好的 在我左手邊的是 從早到晚插不停 從早插到晚 好怪怪的 可能這樣有試會好一點 我連起來講話 擦拭 從早到晚都在擦拭自己家裡 一層不染的 解僻男 來 一 二 三 不否椭 不否椭 這 這個 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這還是要跟那個喜歡看 唉唷我的媽的 Remote 這些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多用蝴蝶 我們剛剛這對夫 不是用那個東西 不是 是因為簡稱了 大丈夫 也愛整理 對我們是 姆 姊姊 是吧 這次不要誤會 你看我們今天馬國賢穿了一身白 對 不就是白帥手間的代表嗎 一成不然 有回程嗎 沒有 右手間 看到發霉吐司 就會配酸菜來吃的 梅干女 1 2 3 肉乾 肉乾 想一乾 No 我們是梅干女 很香的 真的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把這個 一個老鼠指出來 誰 他根本就在騙通告 我們六個人怎麼會有這種人 一個潔癖的人 是 對於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是不是非常的重視 對 是 要 站起來 又是他 你穿這種白帥看得出來 你看看他這個襯衫髒 髒成什麼樣子 你看看 骨子 你看到沒有 好噁喔 你這個叫潔癖男喔 還有葡萄膏黏在上面 這怎麼回事 喂 好… 你怎麼會這麼做 容許我解釋一下 因為剛剛 沒有容許 我上個節目 我剛剛上個節目 看到一個小朋友 很可愛 然後呢 我把他抱在懷中 為他餵死他 對 小朋友吃東西會露 滴到我的襯衫上面 對 其實我是出於一個愛心的 我拉吐的頭髒 來 跳 不是 不是 你剛剛明明跟我講是 你自己吃東西沾到了 我 為什麼會想要小朋友 因為 你以為講到小朋友乾淨嗎 因為我自己吃東西 還有一點 我們都去過你家 你憑什麼當潔癖男 對嘛 就是 趙哥他家稱得上潔癖的人嗎 OK吧 對 你怎麼跟 你們兩個是同一掛的 你哪有跟郭人好比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想到 兩個都很會騙 你也去 真的 馬上進入第一回合皮革賽 來 題目是 髒一點有什麼關係 女生組 我就是喜歡亂七八糟 請作答 我說真的 我以前也曾經歷經過自己房間很亂的事 是喔 沒錯吧 可是奇怪 房間亂歸亂 我都知道東西在哪裡 對啊 只是亂人 可是 我的父親就看不下去了 因為我父親均人 對 要求整齊 後來就 其實把房間弄整齊以後 習慣以後 你真的看不了亂 當然 會痛開朗 好不好 來 首先我們先看 我們的梅干女 妮雅倫 犀利 是不是 我們是都去沙茂山 她都是衣茂山 是 為什麼講衣茂山呢 因為 每件衣服都是獨立的小山 小山喔 有什麼關係 什麼 小山沒有關係喔 當然沒有關係啊 小山獨立的 不是 我要講 她高 她的衣服特別大堆 對 因為我覺得男生的衣服好歸類 就是你們襯衫就是掛起來 T恤都長一樣 沒錯 可以折得一樣一個大小 可是我們女生 你看我們今天所有的衣服 配件很多 洋裝背心 繞領的 薄的厚的寬的窄的 對 你沒有辦法把它疊成 大家都長一樣 對 所以女生的衣服呢 最好就是攤開來 然後堆堆堆 這樣你就很清楚 哪一件是哪一件 那妳還住家裡幹嘛 你去住一個那個鐵皮倉庫住 我就更快了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也很想折 可是沒有辦法把它折成一樣 當我們把它折成一樣的時候 你永遠不知道那一坨 跟這一坨跟那一坨 誰是誰是誰 我們還看過女孩子很恐怖 就是說 那個衣服的褲子喔 我一下一脫就這樣 一個八字形 然後她就走開了 好 虛 對... 還不宜開喔 回去再穿 而且最狠的是 她連靴子都在裡面 你消防隊員啊 那只有消防隊員 才要這樣緊急出門 因為女生要化妝 沒有太多時間 想要出門很累 女生回家也很累 女生回家也很累 來囉 我覺得男生一定不懂 彩妝面具 這都不卸妝了 你看多噁心 我的媽啊 那你們都理解了 為什麼呢 幹嘛卸妝 因為明天還要化 啊 懂嗎 對 那你幹嘛吃 反正明天還要餓啊 不一樣 你幹嘛活著 你幹嘛出生 你出生還是要死啊 我問你們男生 你們男生需要花錢 請化妝師幫你們化妝嗎 不用 誰說的 誰說的 你說什麼 你們平常自己很方便 就可以把自己打理得好不好 沒有...我們都會有 花錢請化妝師 因為我們不能注重行銷 不要說啦 你們的臉會不需要 你這些話你讓趙哥講好不好 我會比較有同性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真的要化妝 不要這樣講 人家不化妝出門會嚇人 對 我們必須要化妝 你們聽一下我講的這個例子 你們看合不合理 尤其七月的時候有沒有 還以後 他家夫妻常有倒字在那邊 鈴鈴鈴 所以有看到怪東西 鈴鈴鈴 不是 我要你聽一下我的例子 你們看合不合理好不好 我們到了國外工作 我到了北京工作 然後呢 我要去工作五天 那你知道我們不可能 把化妝師帶著 用花錢 對 我去工作 北京主持五天 那是不是不可能化... 你也缺人喔 沒有 她只是在回社上職業 我們活到小天後 不要這樣 那是不是你沒有辦法幫 這個化妝師 然後出機票去工作 我幫你化妝 要到錢 所以是不是必須要完善 作戰計畫 所以我在第一天 要出國的時候 我就請化妝師幫我化妝 那我就要撐撐撐 撐到第五天 我這樣是不是非常省錢 然後又很棒合理 真的 小織女孩 對啊 省錢 妳來織女啊 小織女 你們就是冷的 而且我跟你講呢 我比較好是因為 北京剛好天氣又很冷 所以我說完全 你不洗頭對不對 我頭髮是... 是... 對啦 因為... 北京家比較乾 對 它不會出油 然後臉不會出油 你整個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要到國外去主持 我就要為國爭光 我們的儀容什麼都很好 對 完全沒有爭光到啊 整個儀容 沒有大 大陸那個場 內地會覺得你的妝都好完整 很完整 對 你其實畫不出那種 國際巨星的感覺 對 professional 所以妳是活到三養儀容 對不對 不是 儀容要完整 要完整 對... 我的媽呀 好噁喔 其實比我的整齊耶 超裸造的 這有整理過 我是其實有整理過 不然我怕嚇到大家 裸造... 妳就在旁邊 妳當DJ都這樣當的 哇塞 妳真的可惡 愛心感的可惡 這非要聽我的節目不可 所以現在完全模糊交解 對 看那一張就好 其實要不要看好不好 妳平常在做那個... 對 第一階的時候 妳都是... 啊...這樣子做啊 我有一個風況 妳知道什麼嗎 廣播界林志玲 廣播界林志玲 聲音啦... 聲音不懂 而且她推麥的時候 是用頭去推的 沒有 那兩隻手是一直顧在這裡 你很不怕冷耶 類似這樣 現在模糊交的臉 很好看那張就好了 妳這個房間 我其實有整理過 我是睡床底下的 妳睡床底下的 就是把它剝開啊 把它剝開了 然後就躺上去 身體運動 這是妳哪裡玩的 對啊 這是內湖 內湖有這麼冷嗎 妳需要睡在衣服堆裡 內湖會滿冷的 因為我旁邊長壁 沒有什麼遮蔽物 我知道了啦 妳出內湖嗎 我們內湖去哪 哪天晚上說 希望妳搬到別區 房價都跌下來了 房價都跌下來了 有雞水蚊蟲燈隔熱之宜 是不是 那問一下 妳大概多久換一次床單床照 其實如果不用髒的話 我髒 因為她收工的時候 這邊那個 拿主機噴一噴 不是 月圓超驚人的衛生習慣 廣大後告訴你 馬國賢高山峰挑戰人體 嗅覺極限 讓我們為他們祈禱吧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妳少來 媽媽跟妳老婆 妳要頭皮正中一樣 天啊 有那麼高嗎 有油漆喔 那個臥室裡面呢 拿出這個大概 兩公升中的牛奶瓶 然後裡面裝滿了 黃色的地方 喔 喔 原來 不要這樣… 不要可能是半夜睡前 先喝一口牛奶OK 還有… 我的嗎 妳大概多久換一次床單床照 其實如果不用髒的話 我盡可能就是不要換 因為才會有我那個 洗過澡的味道 讓床出來才會我相當的 妳不要換 妳這樣一年換不到 妳在戶壞 妳習生在這邊也換過床燈 怪… 怪他收工的時候 這邊那個拿主機噴一噴 哪邊… 哪邊… 是拿盛水還是拿消毒水 要不要… 好可憐 好可憐 妳朋友張到連長蟲都… 我身上長蟲喔 為什麼沒有 我跟你講 我覺得物以類勤 是妳吧 不是 我是我女朋友 那從會跑來跑去的 那不是是妳男朋友吧 長八角 媽呀 妳還得了 不太喜歡跟太愛乾淨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體型就是比較熟比較大的 然後他也跟我一樣 就是如果像冬天的話 盡可能就是不要醒太多次早 要有那個皮脂保護身體 那所以有一次那是冬天 我剛剛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先去拿餐巾子 然後我就從他後面繞過去 後來我接近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一股胃跳飄過來 然後我就一直匍匐前進 慢慢往前看 後來發現我看到 他的頭髮裡面有東西 就是有 然後我就屈近一看 我的媽呀 連我這麼髒的人 我都說我的媽呀 就是後 從…就是從在他頭髮裡面轉 小柳妳剛剛在他提長的 對啊 妳不是趕快要解他 不是我了解皮脂 對她 有點驚嘆啊 畢竟這次是我 這個妳能接受嗎 那不是我 小柳等一下 小柳要叫妳呢 有種的接受 那種也沒有很多 大概只有一兩隻 還沒有很多 他不是轉頭頭 他是扛一兩隻 那我想想 一兩隻 對 我真的幫不了你 真的 我現在覺得張跟外 是兩個小孩的事 對不對 張跟外 是兩個小孩的事 而且 我們現在講 可以亂 亂中有序沒有用 對 但是不然Dirty到長蟲 蟲也很辣 但我覺得他可能是旁邊的 妳要不要坐過來一點 他可能是那一位 不是我了 那是我朋友 他朋友 他朋友 不是那麼黑啦 其實那天水 搓一搓是白的 欸 他不是白的 他真的是傷到黑啊 彈捷大 彈捷大 你打美白針 沒有 來不及了 很奇怪 我已經用最強勢量 還沒有用 是先 剛剛有一天 剛剛他去了那個上海域有沒有 一搓以後 我的媽啊 我跟你講他似乎都流淚了 所以 我戳一輩子 沒戳這麼多夠來 我的天啊 好…每天洗澡 我還不相信 我一定每天洗澡 你不相信 我一定要很冷血 人家洗澡是真的洗 你可能就水淋一下 水爆一下 沒有啦 進去這樣 去開門這樣 OK了 而且我洗澡很仔細 我連任何部位 我都take care的很好 哪些部位 就是譬如說 女生比較需要照顧的部位 有皺摺的地方 你說腋下 腋下人有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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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很好 那好強喔 1 2 3 臭頭 我現在直到 你還不能接受什麼 你蟲真的太誇張 臭頭讓我遠近馳名 Yeah 你現在最有什麼叫 你最有什麼叫 沒有 看看你的隊友都是這種 我就會說 亂跟張是不一樣 等一下 不要 OK 好 你 然後 你不要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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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 你要聞頭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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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站起來這樣 郭憲哥 等一下 1 2 3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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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嗎 有些人喜歡口皮的味道 但是 效果 不是 真的很會演耶 不是 因為你頭上面有 有法律腔的味道 對啊 效果 但是 剛剛去 剛剛我一推的時候 我在往裡面探的時候 你會從游戲上來 游戲 游戲 導致的那種味道就是 導致 1到10分有多噁心 其實 你不要讓小優嫁不出去 沒有 我健康那麼Sessy 好 你遠遠看我覺得OK 這就不能靠近你 Sessy有分兩種 因為我是臭的 我 你臭Sessy 沒有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 我那時候 剛在就是錄 友台那個大學生的節目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是學生 然後我們久久籃一次頭 你知道籃一次頭要花 就是兩三千塊 對 然後那個籃髮師就會跟你講 小優為了維持你這個髮色 你最好三天不要洗頭 才不會掉顏色 對 可是呢 我為了讓這個髮色 更延遲久一點 所以我就決定一個禮拜不洗 然後其實我本來 其實我本來演示得很好 夏天有沒有 蚊子 蒼蠅上面飛啊 沒有... 金... 鳥經過都掛掉了 就是黃昏的夏天黃昏的 可是我顏色很好 因為我一直戴帽子 就是我都戴著帽子 那帽子都融化了 太臭名了 結果後來東方式的話 就是因為我戴帽子戴一戴 然後呢我朋友他們就開玩笑 就說 你幹嘛一直戴帽子 然後硬拿起來 然後他們就聞到一股油味 然後因為那個帽子 就是旁邊是有鐵的那個扣子 然後那個鐵扣子都有點 很灰灰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你怎麼那麼OVER 我就好了 我存在我一個禮拜沒洗 然後他們突然就在節目上講 然後我後來就走到哪裡 然後別人都會說 小優你今天有洗頭嗎 就害我就是被那個就是 講到這樣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今天有錄影 有先用造型的 比如說弄捲什麼的 然後明天要跟男朋友約會 就先不行 明天就會有完整的髮妝 打出來我 老師你會不會的時候 融掉 變色 融化的 還要是紙喔 對 我小心啊 我跟你講 那大家這樣害到你孩子 真的 真的 哪一針 還好 還好吧 其實還好 對啊 那你去聞 我不要 你講還好關你 你講還好 不要敬老師先撞車 你不要 沒有 我也罵 今天晚上是沒有罵 什麼啦 我看過了 試試看 幫彈哥你老師 你整個碰到 對啊 你鼻子太脫皮了 鼻子太脫皮了 怎麼樣分享一下 有那麼糟嗎 有油氣 這頭皮的味道還滿 強烈 滿強烈的 這樣就有我們特殊的味道 特殊 不用吃 動物要交備我你的味道 公手交換 來 趙哥 趙哥這個 琴色唾液 有 這樣琴色是為什麼 我們的唾液厲害 來 請說 都是口水的沙發 誰敢坐 喔 確定只有口水嗎 趙哥你現在玩那麼兇喔 不是 要不要講 這個 我有一些朋友 喜歡養一些寵物 那養寵物是沒關係嘛 因為大部分都是一個人 比較孤單嘛 所以養一養貓貓狗狗很正常 可是說實在 貓貓狗狗盡量 不要讓牠上到沙發 上沙發也沒關係 盡量不要讓貓狗 去養 沒有 去吃東西 尤其是狗啊 那種截牙骨 因為狗那種 大部分狗都小小的 會流口水 牠不只會流口水 牠有時候會長牙齒的時候 牠喜歡亂咬東西 會 所以主人一定會買一些截牙骨 對… 或是玩一些那種布偶的 那種玩具 所以牠到處去咬 咬都變成說 口水就留在沙發上 如果說是皮沙發 親一親 插一下就算 可是問題都是布沙發 容部 那你也會看到狗的毛 會塞在沙發上 那變成有的時候 我去一些朋友家 的時候就會覺得奇怪 你要坐哪裡 你坐地上 地上有狗毛 對 或者是貓毛也不親 然後滾到角落的時候 會滾一個球 你知道嗎 對… 好像那個欺負電影有沒有 風一吹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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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一吹都不誇張 我還有遇過我朋友養狗 牠是怎麼誇張 就我們去牠家 然後你就會發現 牠桌上好多顆巧克力 然後因為我很愛吃巧克力 我說這給我吃什麼的 牠說我沒有買巧克力 然後因為牠家要養一隻雞娃娃 好熱喔 爬到山坡上來 我的媽呀 我差點都吃了 我還拿起來就說 怎麼放到這邊都不會融化啊 小優 如果你看到附近有三羊 不要隨便撿幫你死蛋 在便宜她是可憐的 羊死蛋沒有沒有 你太噁了吧 你應該趕快咬一口 看裡面有沒有包誰的威士忌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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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見鬼 開門見鬼 你最近這麼衰喔 住二兵嗎 什麼住二兵 什麼一兵 資源回收場都比你家乾淨 是嗎 真的 你家 誰家 什麼樣子 這是圈內一位知名的女藝人 女藝人 誰 她有一次邀請我去她家 誰 講出來 不會 我們聽聽看 誰 唱歌的 唱歌的 張芳毅 這小甜甜嘛 小甜甜 小甜甜 她搞得像跟林志玲一樣 對 你們聽說大家也不知道 結果呢 怎麼說 結果有一次我送她回家 然後去她家裡面 然後她說送我東西 我說去她家拿 我說好… 她把鑰匙轉一轉然後打開 在推門的時候奇怪 門沒有辦法推開 有阻力 對 有阻力 然後後來我說兩個一起推 兩個一起用力推 所以好不容易擠出 我們兩個那個可以過的那個縫縫 我們就兩個這樣 這樣… 這樣弄出去 演得很爛 對 不要這樣 對啊 好想跳竹竿舞 這件事我發現 她家門後面啊 堆了四包垃圾 裡面泡麵啊 連湯汁什麼的 然後筷子這樣一弄 也沒有封 就直接丟下去了 所以你知道 那四袋垃圾就擺在門後面 所以我們一直造成說 我們推不進去 你那個會長去耶 就算囉 然後一進去那個房間裡面 就開始聞到一些 就是我去那種回收場裡面 會聞到這種味道 就開始有些味道出來 我說這為什麼不丟 他說沒有 因為他最近錄影太忙 他沒有時間去倒垃圾 因為他們那時候垃圾是要 等垃圾是要來的 自己拿下去 他就拿錯了 他說沒辦法倒 我說我看了出去很噁心 結果後來他床裡面一看 因為他房間不大 他就是一個套房那樣 然後房間一看 床上面全部堆的衣服 都跟山蠅一樣高 然後我剛走過去想要看的時候 我不小心碰到一下 我突然我跟妳倒了我嚇一跳 我說欸 你家裡面 鬧鬼 這太恐怖了吧 就算了 他家裡面還養狗 他養一隻雞娃娃 後來那雞娃娃 後來發瘋跑掉你知道嗎 我一直講到 我說狗為什麼會發瘋跑掉 因為他這樣太髒 狗都受不了了你知道嗎 發狂的 對啊 而且那狗想要跟我訴苦 我說我聽不懂 那狗不叫逃狗 對 他一看我演講 他應該是逃命了吧 這說後來小天天有一隻 有一次那個狗失蹤 就是那個 發瘋跑掉啊 這隻狗就被人家抱走 你讓你講這個發瘋跑掉 那時候他看過我眼睛 而且那一句話 劇目擊者是 他是站起來跑的喔 對 你看多慌 他回自己的胸圈 我以為他是被人家抱走的 但是我們都看到他眼神是 無辜 而且目擊者又出了 走的時候還慘叫 一路狂奔 超熟的 而且你家很乾淨嗎 我家很乾淨 哪裡 有 有 進他家門之前都很乾淨 我家住我家門 因為一瓶管理費大概兩百塊 所以在進他家門前都很乾淨 不是 你都磨得光光亮亮 像一般人鞋子都會擺好 他家一開門門口一堆鞋 而且他一個人住 我也是擺好 我是排好啊 我排好啊 你為什麼收 對啊 會不會收起來 對啊 然後他那個沙發 你知道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他就鋪了一個那個 床單 那個叫床單嗎 對 我 一塊布 那有點像那個毛巾布一樣 毛巾被 毛巾被 然後是黃 有點泛黃 只有 因為我房子是出來的 是 對 然後我租了 我剛搬進去那個第一個月 我進去住的時候 住在沙發 我還沒有鋪布的時候 我被跳蚓咬 所以沙發不是你的 沙發不是我的 是房東 那因為我不知道什麼 去幫他消毒 所以後來我就是直接用一個 床單把 我不是拿給你那個消毒那個罐 有消毒啊 你點了沒 除蟲 我點了啊 除蟲啊 那個除蟲 那不沙發啊 你坐過來啦 國賢哥 不要跟妳講 對啊 為了 你剛剛就是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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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講 有... 還好放隔水送我那個 除蟲劑 我後來點一點 因為家裡就比較好 因為我去他家我受不了 你知道 我去他家我受不了 不是 有一次有煙霧的有沒有 對... 煙霧 煙霧罩天 我想說 你這個應該一罐不夠 三罐 對 一次給你三罐 什麼給我四罐 對... 用完後 讚 那要不然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幹幹勁啦 你應該吸引一下 這樣我就會看社會改新聞的 那怎麼會看你吸一吸不出來 謝謝 好的 接下來高三豐 老人味 是 你已經有老人味了 沒有... 陳維銘先生 麻煩你單身也要保持整潔好嗎 他怎麼了 對 這個前... 很久以前我還聽過黃小樓 黃小樓在跟陳維銘當鄰居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分住公寓的二三層樓吧 二樓四樓 二樓四樓 對 他們那個時候是鄰居 那黃小樓有一次就是 整理偉哥家的那個臥室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陳維銘就會指使 我們這些小朋友幫他打掃家 然後對 然後那個黃小樓就會從他的臥室裡面 拿出大概兩公升裝的牛奶瓶 但是那個口是切掉的 然後裡面裝滿了黃色的液體 然後黃小樓就會一開始不知道 還想說把那一罐東西拿出來 原來偉哥半夜呢 他不喜歡到自己的廁所去上 是不是 這麼快 那個還好 對啊 沒有還好 那是以前的事情 偉哥像以前那樣這樣 尿壺就對了 對... 對... 你們不能這樣講 對 那是傳統 沒有... 我不曉得他一罐那個DIY的尿壺 有沒有清洗過 對啊 對啊 也有可能是半夜睡前 先喝一口牛奶 喔 住眠 五夜... 五夜夢迴的時候 哎呀 來不及你之前 我的媽呀 哪天喝錯餅 對啊 而且小樓是大概一個月才去幫陳維銘 就是整理家務一次 所以那個一個月的那個兩公升牛奶瓶裝 就是其實還滿可憐的 然後接下來小樓還跟我們講說 小樓還跟我們講過說 在那個偉哥的床底下 偉哥床底下是空的 就是他有床架 然後呢有一次呢 他非常好心 他除了把床墊搬開來之外 床架也搬開來 他想要幫偉哥把這個 床架底下的空間清掃一下 小樓好專業喔 對... 就清掃一下 結果掃完了之後呢 大概發現了 我不曉得那個實際的數量 據小樓所說的就是 整個地上 都是用過的那個大腸液這樣子 大腸液 大腸液 對... 大腸包小腸的大腸包嗎 對... 大腸包 對... 現在講的是誰 就是一個我們認識的藝人 你是說防止生育的那個東西嗎 對... 你希望這段... 你希望這段錄影為詩先不知道 事後也不關為詩 好不好 剛剛T.A.A.V.很髒的故事 我們現在非常好看 我都聽好講喔 我們親身遇過在韋哥家遇到 我真的覺得小屋見大屋 譬如說我們在韋哥到大陸拍戲工作前 他大概一次去大陸拍戲都是拍半年 半年才回到台灣 那有一次在他拍戲前 我們就到他家小序 然後喝啤酒 然後喝完了呢 可能喝到一半 時間也不早了 我們該走了 我們想說就直接啤酒罐啊什麼 全部放在他家茶几上 然後韋哥說你們先走... 我來三號就行了 然後大家就回家了 半年後韋哥拍完戲回來了 我說我們去韋哥家小駿 結果一走進客廳 韋哥 你之前請過客人嗎 沒有 那半年前你們留下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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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感情 感情 他一直放在那邊免花 你不得我們 你也很高興 非常不舒服 我們馬上歡迎 好厲害喔 八百小駿進入第二回合 好 來 我不是潔癖 我是愛乾淨 來 請坐 好 來 時間到 先看那個 梅干扣肉圖 梅干女 來 第一位 尼亞倫是 立可叉 什麼意思 我們只聽過立可叉 對嗎 我覺得有些時候我們也很懂事 所以我不會說到人家家去鬧 或去亂 或是把人家弄髒 可是像我們之前就認識一個朋友 他可能會忽然致富吧 然後就去參觀 他家就很 就是很開心跟我們介紹 你看我們家有多大 幾百坪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挖…挖到陽台 出去之後進來 主人耶 那種有錢人的主人還會這樣 那個地毯多擦… 那個多踩一下 我們還想說多踩一下 什麼意思啊 他是怕我們腳傷 所以他叫我們在那個地毯 那邊消毒毯 然後我們就… OK 我們就認真啊 OK… 因為我們剛從外面踏進來 本來就會踏幾下 不用你夾 然後我們就踏了很多下 之後就往裡面走 結果那主人 就在你後面 像那個… 背後鈴一樣 就是拿著他那個地板 插去一直上去那樣 所以你是往前走啊 他就… 他就往前走 他就這樣… 他有強迫症喔 我們就這樣誇張了 反不反喔 背後鈴啊 對啊 他會不會是 待會兒就要把你殺掉 要把你殺掉 我只是會覺得 你要炫富也可以 讓你們家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們也不會用心 要去把你弄亂 可是你不需要在後面馬上 跟在… 很不禮貌耶 腳後面這樣擦… 真的有 我聽過這種 有 然後其實我們坐下來 喝東西的時候 都是有冰塊的飲料 然後可能放到桌上 它還有杯墊 殊不知呢 它那杯子不夠好 會自己起霧 起霧的話就會流淚 水滯的 然後流淚呢 然後它的杯墊呢 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會滑下去 它就會像那個服務生一樣 一直在幫你清桌面 好 就你的杯子一直拿起來 被拿起來然後擦 然後放下 這個… 這個誰會這樣 誰 類似宋一鳴這一種 邀請的是你邀請 又不是我們死要去的 然後去完之後 你就在後面做這些動作 好像我們都很髒 就不想去 所以你看現在我邀請我這些朋友 都是坐在我家屋裡 我懂你了 一點壓力都沒有 而且我們都會自動到屋頂去 對 因為我們也不想 把科學家弄髒 對 而且是還有一個 特別入口有沒有開門 也不用擦到我家 鞋不用脫 直接上去 注意 其實有些人會抽菸啊 對不對 有些人東西會掉在地上啊 可是那畢竟是戶外嘛 第二天還可以用肥皂洗一洗 就沒事 對不對 好 第二個圓圓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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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登 得體 好 圓圓又寫了什麼 讓大家如此反感精彩內容 馬上回來 潔癖男對付骯髒的手段 好極端 好 自己比較重的話 我通常就是 走了以後 會把那個拖鞋收起來 寫上他的名字 然後拿到公園 那他一路好走 他不止我們 就是 沒有洗過澡的人 進去他的房間裡面 就等於說 我們進去他的房間裡面 你當然先洗澡啊 對啊 不洗澡耶 好可憐 好可憐 你以為的關係是深入別人 對啊 我們兩個一句就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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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嗎 1 2 3 戴套子 Dirty 你要講什麼 要講什麼 家裡有點細菌 不是很好嗎 哪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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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一周 沒有男生很奇怪 我覺得男生你們有潔癖 我可以接受 但不要到變態 我有個男生朋友 就他跟各位一樣 也是帥氣男孩 但是他潔癖真的太嚴重了 他那個床 就是睡起來之後 他是要把那個床單用手 然後把他整個都畫平 畫平 然後把他的那個被子 我們可能平常疊一疊就算了 他是把他拿起來甩一甩 然後疊得四四方方 跟當兵一樣這樣 那不能怪他 因為他前一陣子是在 他是在飯店裡做事 對 很習慣 對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這個還可以接受 但是呢 他不准我們就是 沒有洗過澡的人 進去他的房間裡面 就等於說我們進去他房間裡面 一定是要洗過澡 你當然要先洗澡啊 還不洗澡咧 都挺臭的 你們的關係是比較特別的 對啊 他應該不會要求普通朋友 要洗澡對不對 對 沒有我跟你講你講到重點了 普通朋友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群女孩子 要去他家裡面 然後 你洗澡 沒有 我們還沒有遇到 你知道他自備什麼東西嗎 他自備套子 對 他自備那種 你這朋友變態了吧 什麼套子 你們來了 我戴好了啊 我所謂套子是防塵套那種 你要講 你要講清楚 我們現在要進去他房間 要進個廁所 因為人太多了 然後竟然就從他的房間裡面 然後拿出那個浴帽 給我那女生朋友戴 然後他就是怕細菌 然後除此之外 我們女生做SPA 不是鋪在床上 有那種不織布的房層套嗎 他就把那套子拿起來 然後披在我女生朋友身上 他就戴浴帽跟披那個袋子 然後進去他房間裡面 我跟你講 這完全不能怪你朋友 太扯了 你這朋友 我們姑且稱他為 某先生對不對 某先生幹得好 你想想看 你這朋友五天不洗頭不洗澡 對啊 你做得很好 還有朋友頭上長蟲 對啊 就是所有朋友都這樣 對不對 因為你們進他家自己 他家裡其實有一個 有一道裝置你們不知道 你們太髒 一句話 他就開始拿房間套 然後倒反乎面具有沒有 我還會用一個棒子這樣 我覺得很不能夠理解 這樣子很麻煩 他說他不能忍受 任何一點點細菌 可是問題是他為什麼 這樣的人還要請你們去他家 對啊 他又怕孤單 怕寂寞 又怕細菌 那你看我們要怎麼辦 是不是 對不對 洗衣這樣很容易下去 所以妳去他家都立刻先洗澡 他就是這樣要求 但我現在我覺得很奇怪 一般都會這樣要求 對啊 對 這樣很奇怪 怪怪的 如果你是陌生人去的 你一進來家 你們兩個一進去 你先洗還是我先洗 而且他很帥的嗎 你先洗還是我先洗 而且要把他 歸醉在自己的潔癖上 對… 絕對不是其他的例外 會很潔癖 我覺得你才還滿合理的 你跟房間裡面 家裡面就是要有人味嘛 對不對 有一點細菌的流通 我覺得是OK的 細菌的流通 你跟誰交流細菌 女生當我選起來 以後女生到我家我就說 我有潔癖 我要先洗 對… 好嗎 我要先洗 換你洗 換你洗 你這樣講就對了 而且裸體強迫他對不對 你剛剛一開門 誰一開門就講 我有潔癖 你先洗還是我先洗 這也是有礙事啦 一定要裝帥 OK的啦 還是一起洗 那學起來 這要學起來 學起來是不是 好 小優來 好 鏡子吊毛 你們一個戴套子 一個吊毛 你們兩個幹什麼東西 細菌 潔癖 我要看你是強迫症 什麼意思是吊毛 強迫症 怎麼了呢 我之前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也是 就是還不錯了以後 就去他家 然後我才發現 他是嚴重潔癖 他全家人都是 他家就像樣品屋 他家的桌子 沒有擺任何東西 還是就是樣品屋 有… 對啊 搬家進去 沒有 真的是他家 就是像樣品屋 什麼都沒有 地板反光 你可以照鏡子的那種 然後一去就 哇 好誇張 然後這時候不是會 找拖鞋要穿嗎 我就隨便穿了一雙拖鞋 很正常嘛 然後就進他家門 然後就進到他房間 然後他房間超級乾淨 然後一樣 不准坐到他床上 是不是 因為他說你還沒有洗澡 不可以坐到我床上 不是 你就坐人家沙發上 你為什麼一去人家家裡就要坐 你又在擠什麼 擠了… 對啊 心慌什麼 而且像電影一樣 衣服一路脫 對 到那邊的人家探頭 去洗澡 當鬼 他自己進門就可以 進來… 後來我們就要出門了 他就跟我說 你去幫我在那個衣櫥拿一件衣服 你用幫他騎車出去 好 我就打開他衣� 超誇張 他每一個衣架跟衣架中間 都隔了一公分 他放得很整齊 可是我那時候一直想說 喔 好整齊喔 然後我就幫他拿了一件外套 然後可能就弄亂這樣 然後後來回到家 他就打一通電話來就說 你今天是不是把我衣櫥弄亂了 我說 我幫你拿外套啊 他說你知道我那每一個距離 都有一公分嗎 你弄亂了 然後我就傻眼 然後警戒了他就說 而且你今天在我家 掉了十三根頭 他一個一個剪起來 卷的還直的 卷的還直的 有三根是卷的 這哪裡掉的 怎麼會掉成卷的下來 太可怕了 地毛有那麼長啊 別在那邊抓一毛 空一下 地毛沒刮乾淨 直的… 而且是我的頭髮 我就聽到嚇到 我掉十三根頭髮 然後他警戒了就說 而且你今天穿的拖鞋 我媽拿去丟了 為什麼 你腳太臭了 太臭了 不是 他穿完還有黑色的腳印 沒有 這是他們家的問題 他們家不准客人穿拖鞋 因為他們覺得客人的腳很髒 那時候交往 只要比如說 男女朋友不是都會E-way 對啊 我會躺在他這個肩膀 我一躺一秒 他就說 等一下 起來 很有妝耶 對啊 你有妝耶 你為什麼要這樣躺啊 可是男女朋友 你何必這樣 那是她的潔癖 還是她的審美觀 我… 沒有啦 你們要站住別人 我覺得如果是林志玲 可能躺半個小時都沒問題 沒有啦 林志玲這樣 沒問題找到了 聽我 沒有問題 把你的妝抹在我身上 沒關係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他強迫症 所以就有一點害怕 所以就分開了 後來就分手 當然要分手耶 就是牽手 他都嫌你有手汗什麼的 還會這樣 可以沙灰紙粉嗎 你看這樣 還要拿那個什麼 酒精出來噴什麼 沒有那麼 倒霜霜水 你看起泡 哇 細菌 蒼陽就會起泡 蒼陽水最容易提出 太可怕了 長這個三個起泡 巨子有多來 好煩喔 你沒有頭那麼臭 他怎麼受得了 對啊 可是我那時候餵了他 我就真的兩天洗一次耶 我教你一個方法好不好 你去把香水噴在正頭皮的中央 然後它開始散開來 這樣你的頭皮味就會比較少 香水 對不對 香水 香水混那頭皮味要更臭好不好 對 香水交流很恐怖 你要不要再噴在那裡 妳阿倫是不是有點後悔剛剛睡 我說我只是亂 我不是膏 OK 好 到上次 好的 來 公主交換趙哥 燒給你 我的天 什麼 什麼 這麼兇 你到底幹掉了幾個人 有原因的… 好嚴重 怎麼樣 髒鬼 你所謂的髒鬼是怎麼樣 我真的是 應該有些許的強迫症 應該有一點點 激髒如愁 我很不喜歡人家是 穿鞋喔 不穿襪子 然後到人家家 那那個角氣很重 然後如果 因為一定要給客人拖鞋嘛 對啊 角氣比較重的話 我通常就是 走了以後 會把那個拖鞋收起來 寫上他的名字 讓他一路好走 沒有 你這個被我網正說 你醒來 我怎麼那麼多吃 誰燒給我的 我幹嘛 來陰間賣拖鞋的 馬桶鞋 1 2 3 馬桶鞋 你現在最新外號 不是啦 好不合你喔 你藝名就改這個好了啊 馬桶鞋 馬桶鞋 馬桶鞋好好記喔 桓鞋 我家不是公共廁所好嗎 不是嗎 不是 怎麼會是 不要鬧啊 對啊 因為我家的廁所我是直接用 一般都是用馬桶刷在刷 我是用菜瓜物在刷 怎麼可能當天算什麼 我用牙刷在刷 我用牙刷在刷 誇張 大家比本人就對了 五誇張 所以你們是用大便卡在那邊 用牙刷這樣刷嗎 沒有 因為你用馬桶刷 它有時候 裡面出水的勾 適中的勾會刷 會見到手啊 對啦 你帶手套啊 對齁 對不起 你一直這種順章程度 想不到那個地方 對… 你要帶手套去打盒刷 那個馬桶才會亮 看起來坐上去之後 才會舒服 而且我本身我上的時候 不管是在我家 它刷完還打蠟喔 好厲害喔 超光的 不管是在我家上 或是在別人家上 你都會刷去刷 沒有 我都是坐著上廁所 所以一般我上廁所 現在我們都改坐著上廁所 都不會噴出來 所以只要來我家做客的人 我的一定都會說 如果要上廁所麻煩 女生當然不用講 女生反正就坐著 沒有 有些女生喜歡站著 對… 有… 我家裡有一次 女生來我家上廁所 真的假的 她上完之後我去上 我想說好像奇怪 為什麼我的馬桶上廁會有那種 感覺像是腳印的東西 在那個馬桶蓋上面 腳印 對 然後我就出來 我就問她說你剛上廁所怎麼上 她說沒有 就這樣子 蹲著 對啦 我說你到我家公廁吧 沒有 他騙你的 他就站在上面這樣 他沒什麼騙子喔 真的假的 男生都上來不然抖 他每次都抖 他抖就算了 因為你是在人家家裡面 你輕輕抖OK 你被他那邊 他每次他上完之後 他甩得很誇張嗎 就連牆壁上面都 不是啦 不是啦 神經病 他來我照顧 發瘋瘋的 我都跟他再三避避說 麻煩你上廁所 你就是坐下來上 幹嘛 你朋友姓牛啊 不要打到牆壁 不要打到牆壁 因為他一亂甩 就是甩到牆壁上面的東西 所以可是他一走 我就還要去 連牆壁都再刷過一次 太扯了 對 我們還是要這個推薦大家 就男生現在上廁所 盡量坐著上 對啦 而且這個還有一個好處呢 這個乾淨 對攝護線是有幫助的 真的嗎 坐得上 對 坐得上 對攝護線是有幫助的 所以大家就盡量坐得上 對 好不好 你沒差 你攝護線被割掉 你沒差 什麼我攝護線被割掉 對 我看你線 看你線 看你線被割 像跟我們的攝護線一樣 那你可以倒立場 這裡可以上去 來 山峰 破壞王誰 高翁山峰怎麼會跟破壞王搭上線 超爆笑那一幕馬上回來喔 為了愛乾淨 我可以連小孩子都不要 難怪我最近看人家小孩子 在公園裡面排回 半年三點了 好可憐喔 沒有啦 因為我婚前呢 就是自己一個人單身住的時候 我都可以整理到 我經紀人到我家來以為 我有請可能是 那是真的 家裡真的滿乾淨 你也是樣品屋嗎 沒有 我會整理得很乾淨 然後我也會鋪床啊 幹嘛的 那是我在家裡的嗜好 可是自從婚後有小孩做 所以也在飯店做過事喔 這麼內講 內講... 因為觀摩 以前單身觀摩過很多飯店 我欣賞那種風格 可是結婚生小孩之後 這個風格非常難為止 可憐啊 就是這樣 你看 我兒子可以把圈啊 算乾淨了啦 沒有 這個是他在的時候 他不在的時候 有一次我把照片拍下來 然後發給我的朋友 他們以為我家招小偷 因為他摸不到 他現在更厲害 這個時候他是沒有辦法 就是爬更高的地方 他現在已經有辦法爬到 大概兩公尺高的地方了 他可以這樣一個一個爬 像超級馬力 然後把他摸到的地方 全部都毀掉 對 然後我老婆在家睡著之後呢 可以花半個小時整理家裡 他醒來 他每天早上起床 五分鐘之後 家裡又恢復原狀 然後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呢 就是規定 我太太就是週休二日 她可以就是每個禮拜 譬如說週末帶著小孩 回到娘家去住 我還以為你是要幫她一個人休息 我也想帶著小孩喔 沒有... 因為我太太回到娘家之後 她娘家有很多兄弟姐妹爸媽 就可以幫她照顧 然後她就可以獲得休息 然後我就可以每週有兩天 我家是乾淨的 因為一個禮拜 好像最近呢 應該因為天氣啊 還有一些家人的因素 我已經跟我小孩 連續相處十四天 也就是兩個禮拜了 我已經有點快要爆炸 爆炸 今天如果講話 有什麼這個過分的地方 大家要原諒 所以你們很壓力 好壓力喔 要太乾淨 可是小孩子 人在福中不要不知 我的娘家都在國外 沒有娘家耶 而且小孩子很壞你知道嗎 對 可是有時候 比如說我那邊有東西嘛 那小孩子去拿 你不要拿那個 然後我說好 不要太弄了 這有太故意的 拿起來 你不要拿那個 真的好開心喔 真的小孩子 真的有時候亂你的家務 有時候他一直弄亂 你幹什麼 還要回頭這樣 誰一笑 他小孩裡面有大到那個地步的時候 他是發豪語 他說我小孩不會像你家這樣弄亂 我就把他關在他自己的房間 他要弄亂就他這個房間 所以過一陣子之後呢 發現康柯家的客廳 他客廳是有 壁爐豪華的那一種 竟然也圍了一個圈圈 一個柵欄 然後你們通通都是玩具 我說那個茶雞呢 沒有啦 然後 對 然後整個客廳 整個客廳 沒有 它就是一個柵欄 然後現在開始呢 除了柵欄之後 還有一些拱門 什麼 那孩子喜歡玩火車 過山洞的遊戲 來這邊亂 我現在開門回家 我就仿佛我是住在農場 可是呢 我是住 我是屬於牛那種 在那裡大籃 我也生活在大籃裡面 好 這個沒辦法 不過這個家裡面 今天要乾淨一點 對 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說 雖然我房間亂 但是呢 我亂中有序 我都知道這個感覺 對 對 都可以 只要不影響到對方的情況之下 不影響到別人的心情之下呢 你們愛怎麼樣怎麼樣 好不好 但是 頭臭跟頭髮裡有蟲 是有太過分了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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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